小朋友们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来到爱美与亲子抱抱 云姐姐睡前故事时间 在这里 云姐姐会讲很多 好玩又有趣的故事哦 爸爸妈妈记得上脸书 爱美与翻转教室 按赞分享 或是上YouTube频道 搜寻爱美与国际语文教育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支持我们哟 寻找圣诞老人的寻鹿 今天是平安夜的早上 寻鹿一家却吵得不可开交 寻鹿哈利家每一年平安夜 都会邀请亲朋好友 来家里聚会 所以必须从睡醒开始准备 每年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的 哈利昨天放学前 听到同学白熊说 圣诞老人可能不存在 因为白熊同学 去年亲眼看见他爸爸 把礼物塞进袜子里 这等同于把哈利 一直以来的信仰给破灭了 他觉得 为一个不存在的人物庆祝 是没有意义的 害他没办法向其他动物 到镇上玩 明明就没有圣诞老人 为什么每年都要大费周章迎接他呢 哈利不愿意起床帮忙准备装饰 被寻鹿爸爸掀开棉被后大吼道 哈利啊 圣诞老人是存在的啊 他是带给世界欢乐的好人啊 寻鹿爸爸双手抱着胸说 我不信 我不信啊 除非啊 我亲眼看见他 哈利激动地在床上蹦蹦跳跳的 我小时候确实见过 他从遥远的北方飞来 四处散播着快乐呢 寻鹿爸爸指着窗外的雪山说 那我也要见到他 不然我这辈子 都不会再帮忙办圣诞聚会了 哈利跳下床 飞上以往跟爸爸去爬山的登山包 甩开门出发寻找圣诞老人 今天的风很大 记得穿厚一点啊 不要被冻伤啦 许鹿爸爸站在门口大喊 他知道哈利挺任性的 既然阻止不了他 就让他自己去找答案吧 在这白雪矮矮的冬天 哈利冷得直发抖 他赶紧套上后外套 加快自己的步伐 在街道上 四处都是精美的圣诞装饰 有花圈 都冒着鸟鳥吹烟 转头望向餐厅 咖啡厅 几乎都坐满了动物们 大家都穿上节庆的服装 欢乐的笑声 在四处溢出 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哈利遇到了在逛市集的白佑同学 白佑今天穿得红通通的 十分应景 还将一个拐杖堂送给哈利 哈利不明白为什么 他要打扮成自己眼中的虚构人物 因为融入佳节气氛的感觉 让我很愉快呀 白佑捂着嘴 腼腆地说 可是圣诞老人不是真的在呀 哈利皱着眉头说 丝毫不顾白佑的感受 哈利踢开地上的白雪 一股劲跑到阵外 在前往山上的路上 有很多可爱的雪人 还有很多被摆上装饰的山树 雪山上有几家零星的木屋 从窗口望去 可看到雪狐一家 正在开心地吃着圣诞大餐 雪狐妈妈 看到哈利只身在爬山 她有点担心 于是打开窗户向哈利打招呼 为她地上一碗热汤保暖 哈利走近一看 发现雪狐妈妈 全身穿着绿色的圣诞老人装 哈利喝了一口汤 便询问雪狐妈妈 为什么要扮成虚构人物呢 因为呀 她为我们带来欢乐啊 我们都很喜欢她呢 雪狐妈妈 眯着眼睛笑着 可是她不是真的存在啊 哈利皱着眉头 她举功谢谢雪狐妈妈 继续向山上前进 越往上爬 雪人和有装饰的山树 就越来越少了 看来山上没有什么动物栖息 太阳渐渐溪沉 城镇也渐渐变得渺小 山坡有点陡 哈利不小心摔倒了 她扫去身上的雪 爬起来时刚好看见城镇 此时城镇里的圣诞装饰都开启了 五彩缤纷的光芒照耀着逐渐降领的夜 从山上望去 可以看到一颗颗色彩斑驳的山树 还有犹如璀璨雪花的灯光 洒满在城镇的每个角落 如果没有踏出门 这幅美景大概是这辈子都看不到的 夜幕终于降临了 能照亮山上的 只有皎洁的月光 还有天上闪耀的点点星光 哈利坐在稍早前点燃的火堆前 当煮温热的蔬菜汤 这是哈利出生至今 第一次在平安夜当晚独自在外 看着轻盈透明的水蒸汽 哈利突然想起家中温暖的火炉 这时候的家里应该来了好多亲朋好友吧 大家应该都聚在火炉前有说有笑吧 所以他们聚会的目的 究竟是要庆祝虚构人物的到来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聚在一起的呢 他想起雪狐妈妈一家温馨的笑容 这跟爸爸妈妈还有亲朋好友的笑容好像 但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突然好怀念大家的笑声 喝过蔬菜汤 哈利走进帐篷 准备窝进睡袋睡觉 他欣赏 或许圣诞老人存不存在 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静谧的雪山 突然传出响亮的铃铛声 哈利吓得爬出帐篷 想看看声音的源头在哪 是上方 哈利抬头一望 只见北方漫无天际的星空 闪烁着熟悉的身影 有十二只巡鹿在牵引着雪橇 雪橇上坐着一个全身红通通 肚子圆滚滚的长胡须老人 难不成那就是正在老人吗 哈利看得目瞪口呆 眼看圣诞老人就要从眼前飞过 哈利才回过神 喂 你是圣诞老人吗 哈利双手在嘴边大喊 他怕圣诞老人听不到他的呼唤 哦 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听到了 他停下雪橇 慈祥的笑着 圣诞老人 既然你是真的 为什么我的同学白熊 会看到他爸爸 把礼物塞进袜子里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哈利很疑惑地喊着 哦哦哦 因为啊 我送的礼物是快乐 不是玩具哦 圣诞老人落着牙齿 对哈利比了个夜 什么意思啊 哈利骚骚自己的后脑潮 想不通圣诞老人的意思 哈利打算再问一个问题 哦哦哦 小朋友 我要先去忙咯 不要把礼物送给你了 希望你会喜欢哦 哦哦哦 圣诞快乐 圣诞老人 驾着雪橇飞走了 他爽朗的声音 在天空回荡着 顺利见到 圣诞老人的哈利 顿时觉得很愧疚 他凭着同学的一番话 就认定圣诞老人不存在 进而破坏了 别人庆祝佳节的性质 他摸摸鼻子 收拾行李 想走回去 向他无意间伤害的动物们道歉 下山的速度 想象中快 他再次经过雪狐妈妈的家 从窗口望去 他们正在 火炉前 开心地玩耍 似乎没受到哈利的话的影响 雪狐妈妈 微笑地向哈利挥手 还叮叮他 下山要小心哦 很快就回到城镇了 四处还飘荡着美丽的圣诞歌曲 还有街头艺人在杂耍 他走着走着 意外壮见的同学白熊 还有白熊爸爸 阿利 你怎么在这里啊 昨天的故事还没说完 你就跑回家了耶 要不要继续听我说完呀 白熊牵着白熊爸爸的手 开心地说 阿利点点头 那天看到爸爸塞礼物后啊 我本来很生气的 可是 爸爸从那天开始 再也不用等到出差回来 才能见面了 现在每一天 都有时间陪我 想着想着 我就不生气了 还觉得很快乐呢 白熊露着牙齿微笑 阿利瞪大了眼睛 脑中打击的思路突然解开了 原来圣诞老人给的礼物 是这个意思啊 阿利飞奔回家 他紧张地打开大门 果然好多亲朋好友都来了 现在正聚在火炉前 聊天南地北呢 许鹿爸爸紧紧抱住阿利 欢迎他回家庆祝佳节 看到白熊同学也在家里 阿利不好意思地向他道歉 白熊腼腆地捂着地笑着 表示根本不在意阿利的话 他拉着阿利的手 一起到火炉前 与大家团聚 也许 佳节的意义 就是能让大家 同忙碌的生活中停下来 与好久不见的大家团聚 联络感情 让彼此更为珍惜 而圣诞老人给的礼物 应该就是停下脚步 才能够获得的快乐 阿利在火炉前 回笑地想着 小朋友们 喜欢这个故事吗 圣诞老人 一直都在你我心中 散播欢乐 散播爱哟 想继续听更多精彩 有趣的故事吗 别忘了上YouTube频道 搜寻爱美语国际 语文教育 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支持我们哟 云姐姐睡前故事系列 我们下次见